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在加州也已经开了很多年了 所以针对是角膜塑形法的 就专门是做角膜塑形法 对不对 那再请问一下 先请教一些您的背景 那您的背景是您是从哪里毕业的呢 我是SCCO 是南加州的医学院 是眼科医学院 然后呢是在福克特那边毕业的 OK 然后之后经过了什么样的association 好像得过蛮多奖的 对不对 胡院长 奖是有一些啦 但是呢最主要是我是当过 那个San Gabriel Valley里面的 Optometry的那个会长 President 这个蛮多年前的事情 所以职位还蛮高的 在那个时候当会长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其实经验不是很丰富 但是呢做了很多事情 Oh that's good 所以虽然是当会长的经验不丰富 可是做事的经验一定是很丰富的 因为做了很多事情 是的 是的 那在您旁边的这一位是我们的Sandra Sandra您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跟我们听下综合台的观众朋友说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Sandra Chen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我三个都是儿子 哇 真好 一个二十二岁 老公一定很开心 对不对 Sandra 三个都是儿子耶 二十二岁 然后有一个二十岁 然后一个小的今年九岁 那我的老二老三都在胡医师这边 做颜科矫正 我老二已经做了有十年了 OK 我了解了 所以其实二十一岁跟九岁 中间差了这么大一个age gap 妈妈会不会很辛苦 不会 觉得很感恩 这个小的现在做伴 好可爱 真的 这样医生带了会不会很辛苦 一个二十一岁 一个九岁 医生反而更辛苦一点 尤其是老大那个Matthew 我是看他长大的 所以从小带到现在 所以蛮幸运的 所以从小带到现在 所以其实胡院长 您有一把年纪了是吧 别这么说 其实一把年纪就是好事 表示颜科医生您的非常权威 经验非常的足够 非常的丰富 因为把您的儿子 从小带到大嘛 刚刚Sandra您有提到 现在您的两个小朋友 一个二十一岁 一个九岁 两个都在胡院长这边 做视力矫正是吗 二十一岁也是要做视力矫正吗 胡医师 其实我那个时候 老二是从也是九岁多的时候开始 OK 我就发现他眼睛不对劲 看东西都这样瞇瞇眼 然后在学校也是好像黑板 也看不清楚 那我就想说 这个孩子跟他大概是有近视 是那样子的情况 我就开始找说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可以来帮助他 不要戴眼镜 不要戴眼镜 因为戴眼镜真的很麻烦 对不对 而且戴眼镜是戴一辈子的 除了做雷射视力矫正 可是那个又 其实说实话还是有一点点的危险性嘛 是 那胡院长这边 所以您是做 您是做儿童视力矫正的权威 那儿童视力矫正 到底是什么样才叫做儿童视力矫正呢 是不是 我基本上 对 我们讲的是讲Ortho-K 就是角膜塑形法 OK 然后它的背景 因为我讲我自己 因为我们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 家庭很大 我是最小的 然后呢 我们都遗传到我妈妈的近视 它是高度近视 所以从小 我二年级开始就开始戴眼镜 就一直上课戴眼镜 也知道很痛苦 所以一直戴到大学 打球被打到的时候很痛 对对 踢足球那个时候也不是很方便了 所以但是呢 因为我进了医学院 就也发现 我要投入在近视方面的研究 OK 然后接触到角膜塑形法 就是Ortho-K Ortho-Katology 然后很幸运的是 那个时候呢 就开始投入这一方面 那角膜塑形法 Wtho-Katology 究竟是什么呢 它是利用眼镜 佩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可以帮你降低近视跟闪光 甚至于现在 因为它科学进步了 也可以矫正老花 所以你刚才讲的小朋友 不只小朋友 其实我们现在 大一点的人 对 连老花 要戴老花镜的大人 也可以矫正 那个老花的技术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技术 因为其实老花是非常显年龄的 就是你到了40岁以上之后 你开始戴老花眼镜 人家就知道 你其实你差不多已经达到40岁了 对 所以如果你可以不需要戴老花眼镜 反而人家还猜不太出来你的年龄 是 那我们还是先把话题先归回到 这个儿童适令矫正这个地方 刚刚弘医师有提到 是每天晚上需要佩戴这个 角膜的矫正片是吗 对 其实角膜缩型的历史 它是从60年代就发明 然后60年代发明的时候 他们是意外有两个医生 一个叫May 一个叫Grant 他们是意外帮病人佩戴硬式镜片 结果发现肚子降低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讲的是第一代的 第一代的Orthok 对 第一代的Orthok 比较痛苦 因为那个时候是白天带 白天带 对不对 然后加上只可以针对 比如说100度以下 对 但是那个时候我又接触很幸运的是 我又接触一个意大利医生 他是一个医师 专门做Orthok 然后我就跟他配合 然后我们是做 比如说飞行员 派人 效仿员 还有警察 因为他们的 他们的势力一定要考验 所以帮助他们过这一关 然后当然现在 因为那么多年的进步嘛 科学也进步 材料也进步 现在我们讲的是第五代的 矫正镜片 OK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第一个 他是高透氧 变成可以睡觉 那现在是硬性还是软性 还是硬性 还是硬性 但是缩胶的意思 可是他现在是透氧了 透氧 因为我记得以前很久以前是 完全不透氧 你还不能用手袋 你要用一个特别的仪器 把它带进去 好辛苦 很辛苦喔 现在呢他是高透氧 然后高透氧到什么地步呢 是FDA 美国FDA 允许你七天不用摘下来 我们只待七到九个小时 所以以前很多人做这个矫正的 担心说 你缺氧啊 对 角膜会变形啊 什么那些问题都不存在了 所以现在真的是不一样 然后第二个变化呢 是在于技术 以前就是手磨的晶片 你可以想像一个工厂 他们一直磨 而且他变到眼睛里 现在呢都是电脑设计 电脑那个磨片 所以呢现在用的晶片呢 都很舒服 而且是完全适合 你角膜的弧度的 对 加上呢是可以矫正到高度近视 连比如说一千度近视 加上三百度闪光 都可以矫正 对所以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它从第一代延伸到第五代 它里面的技术已经变了很多了 从完全的 需要手磨的晶片 到现在的高又透阳晶片 对 现在小朋友戴起来 应该是比较舒服一点的 其实蛮舒服 对 我们其中一个牌子 叫VIP OK 是我们其中用的 非常舒服 很多别的比如说诊所在用 然后换到我们这边 他们都觉得真的很舒服 想要用这个牌子 会比较好一点 对 那其实那时候Sandra 你发现到小朋友 开始瞇瞇眼 好像看不太到的时候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想法 是想要做视力矫正 而不是很单纯的 我就带他去配一副眼镜 看得清楚就好了 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近视眼 所以你也是像 所以我是高度近视 800多度 将近1000度 所以我很讨厌戴眼镜 很讨厌戴近视眼 那我到小学五年级 我就开始戴隐形眼镜 是 可是五年级也太少了 我小时候就戴隐形眼镜 我那时候根本 那个眼镜戴上去 镜片那么厚 我觉得好丑 然后又很 男孩就跟瞎子一样 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我一直到我的 一直到我的孩子 可能有近视问题的时候 我想说 惨了 一定是遗传我 然后第二个 我一定要想办法 不要让他也 守你的后尘这样 况且我的孩子都打球 因为儿子嘛 他们从小都打篮球 都在外面参加篮球 对 那我想说 你戴个大眼镜 打球是怎么打 就完全没有办法 那他们也游泳 那戴个大眼镜 也很难游泳 基本上我就觉得 戴眼镜很难看 对 然后呢也很不方便 况且最重要的 我觉得戴了眼镜以后 好像永远摘不下来 拿不下来 就会越来越近 越来越深 越来越严重 那拿下来整个 就好像是一个死鱼眼镜 其实说实话 我就要来问胡院长好了 戴了眼镜之后 是不是真的就拿不下来 然后你说戴角膜的整形片 有时候人家也有人可能会说 角膜是不是会变形 其实我觉得戴了眼镜 反而眼睛更会变形 说得实在 因为其中一个近似的原因 是角膜会凸 对 所以戴了角膜缩型 其实尤其是新一代的 他们戴了之后 确实会降低度数以外 还有控制度数的作用 所以以前我们的历史上 比如说二十年前 很多人会配戴硬式晶片 因为怕度数加深 但是事实上 那个是已经知道了 但是最近比如说五六年内 很多大学研究的结果 那些报导出来 就确实了解说 O2K的晶片 真的有控制度数的作用 那个是已经证明出来 所以很多我们的小朋友戴 从小就开始戴 然后戴到他们 一般我们是建议二十二岁 但是很多已经超过二十二岁 还是继续戴 因为他觉得很方便 反正只有睡觉戴而已 睡觉时候戴 就像细节一样 就白天反正很舒服 睡觉很忙 又要带细节一样 带角膜成型 很累耶 在美国长大小朋友还蛮累的 就是这样 可是他们早上起来 那眼睛一拿下来 好快乐 真的有个很明亮的一整天 每天都很快乐 因为出门的时候 都不用担心 都不用担心 尤其是打球啊 什么都是真的很方便 那时候Sandra 您的小朋友 您说您的第二个小朋友 二十一岁的那个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戴的 九岁多 他九岁的开始戴 那九岁那时候 已经严禁到第五代了吗 胡院长 那个时候第四代 所以第四代 当然没有第五代这么好 您是怎么样 有办法 说服你的小朋友 这么小的年纪 去适合着戴一个 硬式的镜片 因为一定会不舒服嘛 对不对 然后戴着还可以睡觉 怎么怎么怎么 让他慢慢 就是跟他们讲 你现在要不要去戴眼镜 我可以带你去戴眼镜 我可以拿个眼镜 戴在他头上 他就觉得很重 就很不方便 那我说 我说因为我有个同事 他就介绍我 他说 你知道现在有个 这样子的东西 这样子的矫正视力的 这个隐形眼镜 然后他的两个儿子 都在戴 所以他说 那我就问他说 有这样子 然后我很想了解一下 那就介绍我去 胡医师那边 所以我们就去做了咨询 那时候就解释给我儿子听 我说你可以戴眼镜 你也可以试着这个 那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 戴上去 早上起来 就让他就试了 那早上他就去 哇 好棒喔 So clear So clear 他就很快乐 一时天雷沟洞地火的方式 所以他就愿意 他就愿意花时间来学习 怎么戴 因为前面有一段学习时间 那我觉得胡医师 他们那边非常好 他们的年小姐 都非常有耐心 OK 就是教你慢慢戴 因为其实说实话 连戴软式的隐形眼镜 都是要学习的 各个方式 这么小的小朋友 就是要学硬式的隐形眼镜 在下一节的天下纵容谈 里面呢 我们会来谈一谈 其实呢 刚才胡院长已经提到了 这个orthok呢 不只是能很单纯的 来改变小朋友的视力矫正 连老花眼也有办法做矫正 而且 其实这个orthok呢 跟雷射的视力矫正 是不太一样的 下一节的天下纵容谈 我们告诉您情中的奥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ço一声